民俗是最贴近身心和生活,并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。 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,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,并运用一定的科学规律、风水理念和美学法则,创造的人工环境、建筑,正是民俗的具象体现。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民俗之建筑系列排坊。 排坊,汉族特色建筑文化之一,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、科帝、德政以及忠孝结义所立的建筑物。 也有一些公关寺庙以排坊作为山门的,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。 排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,招式家族仙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,兼有祭祖的功能。 许国石坊,位于古辉州府县城内,是全国罕见的典型明代石坊建筑,石坊四面八柱,口子形,故俗称八角牌楼。 真白礼坊,位于徽州府正村,为徽州最古老的牌坊。 坊木结构,二柱一间三楼,石柱内侧面有门框茅口。 从前装有木柱门,二楼匾额上有元代汉陵国使院编修成文等撰写的真白礼门名,旨在雄表元代礼人郑千玲一家三代香弦。 唐月牌坊群,位于古辉州府正村镇唐月村东大道上,共其作。 豹灿孝行坊,此孝礼坊,豹文灵七汪氏解孝坊,乐善好诗坊,豹文渊季七武氏解孝坊,豹风昌孝子坊,豹象贤尚书坊。 义士尚书坊,位于古辉州济西县龙川村,建于1562年,石坊流言飞起,斗拱花翅,梁、柱,前后军事以龙诗鹤鹿等镂空浮雕,图案优美,立体对称,记忆精湛。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,别具风采,而且既雕刻、绘画、扁连文词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,容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,封建礼教,封建传统道德观念。 古代的民风民俗与义卢,具有规律的艺术魅力,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。 每一座石牌坊都是一件石雕工艺品,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法,原雕、透雕、高浮雕、浅浮雕、平浮雕、阴线刻等在石牌坊的雕刻中都广为应用。 今天的排放就讲到这里,如果对我们的中国民俗之建筑系列感兴趣的话,请继续锁定,下期再见。